2018年美网女单决赛中,美国网坛黑人名将小威廉姆斯,对阵日本的20岁混血小将大阪之美,后者暴冷击败小威廉姆斯, 职业生涯首都大满贯,成为亚洲得得单打大满贯的第二人,第一人是中国里纳,而输掉比赛的小威却在比赛过程中半归丢贯后骂人,情绪失控炮空当时裁判歧视他,男人骂他却没事,这在世界体坛立刻引发巨大争议,巨星小威廉姆斯的实力无庸置疑,但是在和日本混血小将大阪之美帝比赛过程中, 小威整场比赛似乎都不在状态,比赛过程中一度因威胁主裁被直接罚掉一局,最终2-6除以4-6不敌大阪之美,遭遇横扫无援冠军,冲击24冠再次失败, 小威收盘先是一局,4盘3比1领先时,当执主裁判因为小威教练莫拉托格鲁有场外指导的嫌疑,而对其做出判罚,小威十分不满,不仅去和裁判多次争执并衰拍自泄愤,结果在此得到裁判的警告, 两个判罚叠加小威自动失去一分,随着小威情绪彻底崩溃,并要求主裁向自己道歉,最终报冷输给了日本混血小将大阪之美,赛后,小威强烈表示,当时自己向教练竖起,的大拇指只是鼓励自己, 而且他着重强调,我从不靠作弊赢球,宁愿输掉比赛也不,我在直言生涯里从未作弊过,小威之所以如此生气,是因为他害怕,因为这次判罚,会导致识人怀疑他之前那23次大满贯,都是靠作弊的,来的,为了名誉问题,小威不义不饶对裁判做出了过激行为,不仅辱骂裁判,而且赛后拒绝握手,他直言裁判在歧视他, 还说之前男人骂他裁判却没事,我指责他是骗子时,他罚了我一局,这是性别歧视,他从未因难求援,说,他是骗子,而罚他们,这件事引发巨大争议,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,对裁判进行羞辱都是违反规定的,而中国知名足球,网球解说原詹俊赛后也给出自己看法,女王历史上最奇葩的一场决赛, 个人觉得主审拉莫斯没有任何的失误,三次警告有理有据,支持小威没有摆正心态,一直纠结第一次的被警告,最后言语失当,索性赛后大度祝贺对手,展示了风度,看来,小威真要平复下自己的心情了,希望他尽快恢复信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